Hello,Redmi K30 Pro的发布会已经结束了 我手上也拿到了它的真机 在我不去翻开背面的时候 大家先猜一猜哪一个是Redmi K30 Pro 看一下,正面是一模一样的 OK,从正面看不同的主要之处 就在于它的尺寸大小不一样 OK,揭晓答案 当当当当 我左手拿的就是新发布的Redmi K30 Pro 我右手拿的是它去年的旗舰 Redmi K20 Pro 这两款机型主要有哪些差距呢 从外观上看 主要是第一点它的尺寸大小不一样 这个是6.3,这个是6.67 比较一下 看一下,下面对齐 上面看,差了一点点 还有就是这个K30 Pro下巴 从视觉角度上看 略微比K20 Pro窄那么一丢丢 这是正面 另外一个小细节哦 就是K30 Pro 它出厂的时候 是带的有这种贴膜的 就省去了我们的一张贴膜钱 还挺不错的 这个很良心 点赞 另外呢 咱们看一下背面 背面的设计不同 是它们两个最大的区别之处 其中呢 主要的一个逻辑还是在于 它是采用了一个对称式的一个设计 在我看来是比较符合我的审美的 另外呢 这两款 这个是水之蜜语 这个是白色 这个水之蜜语 在光照下 会有这样的一个彩虹色的算处来 白色就是这种纯白色 有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 OK 其次的一个不同 主要是在内战 内战的不同 主要体现在它的处理器 这个毋庸置疑 大家都是知道的 另外呢 就是在电池的大小 Vidami K30 Pro 是5G手机 它的功耗稍微会高一点 那么它采用的是4700mAh的电量 K20 Pro 用的是4000mAh的一个电量 另外呢 就是它的一个拍照不同 拍照方面 Vidami K30 Pro用的是 6400万索尼的一个摄像头 K20 Pro用的是4800万的一个索尼摄像头 在主摄方面 Vidami K30 Pro 拍摄出来的照片更加优秀一些 其次 还有一点是 Vidami K20 Pro不带微距 K30 Pro是有一个微距功能的 这一点对于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我有的时候去公园去玩 喜欢拍一些花花草草 喜欢凑析的去拍 通过微距呢 我可以观察的更加清晰 记录出更多精彩的一个世界 作为K20的一个用户 我觉得我即将会成为它的一个定制度 当我看到K30发布之后 我觉得 当我不用K20的时候 我可能又要换成K30了 我对于全面屏的一个喜爱度真的非常高 我不喜欢挖孔 也不喜欢刘海 所以我在选手机的时候 全面屏是我最佳的一个选择 我上一台手机用的就是MIX3 OK K20 Pro和K30 Pro的一个外观对比 和内在对比 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这个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们 拜托添加关注点赞和收藏哦 谢谢大家 拜拜 我们下个视频见 by bwd6